二月二十四號俄羅斯大軍入侵烏克蘭以來 全世界的新聞媒體網路平臺 可說全部被戰爭相關訊息給攻佔 中國也不例外 餐廳的大螢幕電視 馬路上的大型廣告牆 走到哪都有最新消息 中愛對國際新聞發表評論的網民社群 轉戰頻的數量那更是火速激增 其中又以輕而扁無幸災樂禍之類的言論 聲量最大 來自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尤金 對法新社記者表示 他在通訊軟體微信上傳了幾段影片 遭遇到的質疑和攻擊大到出乎他意料之外 一 回應浪費他太多時間 最後決定把影片全刪了 省得清淨 俄軍入侵烏克蘭之後 北京方面表示將採取中立立場 但一直拒絕將俄羅斯的行動稱為入侵 中國外交部還多次指責美國和北約 該為這場戰爭負責 整體來說中國是烏克蘭最大的貿易夥伴 兩國軍事外交關係也相當密切 新冠疫情爆發後履積當地的烏克蘭僑民 人數縮減到幾千人的規模 中二字經歷史 政治 軍事 經濟教育各方面的密切往來 從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的微博粉絲專頁可以看得出來 訂閱人數有五十七萬九千人 而以中屋友誼天長地久為己任的烏克蘭駐華大使館 文化中心的微博專頁 訂閱數卻只有四萬七千 大使館主頁則是十一萬三千 在當今這個聲量也是一種力量的時代 為了填補中國在這場軍事衝突 烏克蘭資訊的真空 三百名烏克蘭人自發性地籌組了一支線上翻譯大隊 將烏克蘭國家通訊社有關戰爭的重要消息 中文化 除了中文版網站烏克蘭新聞之外 也在微信和YouTube 成立Stand with Ukraine 烏克蘭需要你的支持的專業 這群旅居北京的烏克蘭人 利用週末聚集在一家文慶咖啡店 討論YouTube專業的內容 儘管需要連上虛擬私人網路VPN 才能翻閱防火牆點閱 2月27號成立至今 有兩千三百九十人訂閱 觀看次數為四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次 烏克蘭早就選擇了自己的方式 五個星期下來在這群中文通的努力下 中國國營媒體的報導內容有了些許小轉變 金利亞表示近來官媒開始報導 俄軍造成平民死傷的消息 並用他們翻譯的烏克蘭資料 報導俄軍損失方面的消息 金利亞透露至少已經有一個人向他表示 看這場戰爭的觀點有了改變 科系新聞王護人編譯 4530年